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必须的 你得去参加天天运动会 对 天天运动会 但是我看他真是个运动型的 真是像男人一样战斗 一来我说建强咱聊什么 骂记者行吗 最近有什么记者招惹你了 不是最近 反正一直以来 记者现在是这样 他写评论 他骂你 这是他的权利 那是言论自由 但是他编造新闻事实 这个实在是 编造了什么新闻事实了 很多 比如说关于我的绯闻了 什么关于我离婚和前妻打官司 争夺财产的事情了 什么关于我出书挣了多少钱了 就今天最新看到一条 居然有记者替我算账 说我出书狂赚66万 那借过点吧 我准备拿这个报道找我出版社的老板去 人家可报上说了 我的这本书印数已经是30多万册了 我实赚66万 您可跟我说的只有13万册 我得信 费务局已经找你了 我得信报纸 报纸说他们调查 据知情人士透露 我的这本书印数已经超过30万 你得给我版税 你不能偷瞒印数 对不对 咱们是按照印数拿版税的吗 你看不这倒帮我一忙 这是一个假新闻 但是这好事 人家你要是个围观者 人家看 觉得你还得感谢记者 对 这是我是要感谢 但也有气氛的 胡说的 你真生气吗 我真生气 你的火是真的 还是一种策略 有的时候挺高兴的 觉得这是免费义务宣传员 你比如说天天运动会这节目刚开播 铺天盖地的这种 飞翼也好 争论也好 从网络上找点为他所用的素材 网络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他选择他想要的 然后某网友说 什么网民说 然后他就发到报纸上成为新闻了 他把网络论坛里的一个帖子 能够当成新闻来发 我就说这举动跟把匿名信 和匿名举报电话当新闻写 有什么区别吗 但是最后的效果 效果是天天运动会迅速成为一个品牌栏目 我很感谢他们 就像你迅速成为一个品牌人物一样 我不迅速 我十几年才熬成这样 倒有一些质变 这年头 咱又不是宣传部门的主管领导 不是行业的主管部门 不能命令他干什么 咱又不是企业家搞品牌发布会 搞糖会 拿红包 处给他们 礼品给他们 让他们发有偿新闻 咱凭什么让人家每天必须得写你的新闻 所以你就得牺牲 然后还得天天写你好 换了咱们咱们也不干 比如说有人逼着我天天写你的新闻 还得天天写你好 肯定不行 你数名就行 那我就火了 天天得嫌你 又没从你这拿一分钱好处 又没人逼着我 非得嫌你好 那我就嫌你坏 但是到我来讲 也是免费义务宣传员 很不错 他说这个事 我想起鲁迅论人言可畏 他有道理 鲁迅说现在的 他那个年代的记者 往往是什么 你说他不是事实 他也是一点事实 但是偏要加上点描写 比如说对于女性 也喜欢加上点描写 一遇到女人 不是徐娘半老 风蕴犹存 就是豆蔻年华 玲珑可爱 一个女孩跑掉了 就写小姑毒素 不惯无狼 就不习惯 没有狼君陪着 所以他就说 鲁迅的 现在是小狼毒素 不惯无娘 对 而且他还琢磨着 他说你像阮凌玉 他是一个什么心理 就一般大叔大婶的 他喜欢听熟人的 熟人的绯闻 你比方说 要是说某人在新疆投汉 某人在西藏私奔 你不感兴趣 一定是 你有名吗 所以你就像是我身边的熟人一样 对 如果不是你住在我们家隔壁 住在我们家胡同里边 弄堂里边 你最好是我们城市的名人 所以你看刚才他这一通 我就想起这个性格 你看我有的朋友就说 你就说黄建祥是个不受屈的人 就是事事要跟你较真 你看刚才就显示出来 而且我们一负责人 刘春 我发现刘春接触了建祥 吃了饭之后 跟我讲 说我以为黄建祥是一特厉害的 就是这种炸炸乎乎的人 他说其实不是 说实际是一个特别敏感的 甚至于他认为就让人感到有种脆弱 甚至刘春说什么 我跟他坐在一起 我甚至有一种想保护他的冲动 这足证 李安导演说的 人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 是这样 我最近有一条 你一定要断了后路 断背 这个记者现在写假新闻 或者是写出坏新闻来 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他刻意的 他就是想糟蹋你 他首先带着不怀好意来的 这不喜欢你 还有一种 他首先带着立场 先入为主来的 还有一种是 他本来是好意 但就是水平问题 或者说是眼光问题 他这话写出来之后 反而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 比如说最新的一条报道 他去我们节目录制现场探班 写了一篇 就是说黄建祥现在转型到凤凰做节目 如何的不容易 做新人 制作的班底 如何的简陋 条件如何的差 这不是毁我们凤凰吗 对 你看 你看 你一听这个 你就不干了吧 这个拿我的以前的工作单位 跟现在的工作条件对比 这个首先就不合适 你一下涉及到两个大的电视机构 第二一个 你去过央视 看过黄建祥以前工作的条件吗 你看过吗 你如果有采访过 我以前13年工作的环境 你可以这么写 可以对比 你这个对比无从说起 而且我现在没法跟他辩白 我如果辩白的话 会有把火引到我的前东架身上 这也是一个很犯江湖规矩的事 做人哪 对吧 还有一个 什么 说我吃盒饭 开玩笑 做电视节目的人大家都吃盒饭 无论是在中央电视台 还是在凤凰 大家都是吃盒饭的 感觉要塑造出一个落魄形象 对 然后 说我很谦工很谨慎 请来嘉宾都要出门迎 然后送出门 做事很低调 猛一眼看上去好像是在夸我 但潜台词似乎是我原来有多么的骄傲 原来在央视的靠山那里 我多么的牛叉 多么的狂妄 现在因为没有央视的靠山了 我才做人低调的 好像我原来是个很没教养的 对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事 他这个潜台词 就让你看到这个很不舒服 你没去香港待一阵 你要去香港 被香港的传媒为一阵的话 你现在就没有那么多 他说这个事 让我相信 就对这些就根本没感觉了 就觉得不够刺激了 你别瞎说 我觉得你要换了我在香港 我跟他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就当你面临很大压力的时候 反应很不同 你不是你是战斗 对吧 我跟你讲 我当年你记得吗 香港某个周刊 拍我跟王菲的那个照片 你还跟王菲有过照片呢 对不起 对不起 都为第二 别说了 正好也姓豆 没错 身高 我告诉你 当时我身后的俩人 一个是徐子东 一个是梁文道 我们三人吃饭 然后就拍我们俩 然后第二天 就是那周刊的人 跑我们公司 因为他们俩人年龄太大 又不够有名 你不知道 我是在后面 我是在后面 但是梁文道 其实是在前面 而且保护王菲 结果呢 头给卡掉了 留下了半个身体 没错 那个时候他没做商台台长 他做商台台长 你那个就扔不上了 谁做商台台长 我举这个例子 你这个让我想起这事呢 就第二天 这周刊的 跑到我们公司通过公判部 说要采访枪枪三人行 这你哪知道 俩人就问 你这节目多少年了 什么什么什么 说了半天 说到中间 突然间 那天跟王菲吃饭 谁请你去的 我一听这个 我就愣了 当场我就离析而去 我说我不说这事 然后你看杂志上登出来 说都文涛说 他跟王菲吃饭 是不是他找王菲 是王菲找他的 这准对下编 但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我发现我跟人王菲 这个心理素质 就没法比 我就一个星期的时间 把手机关了 就闭关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就说你这个世界 我躲你远远的 我什么谁也别问我 什么也不想知道 我还打电话给人王菲道歉 我说我可没那么说 他们什么 结果人王菲说 你怎么怕这个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 真的要学习我们菲 我跟你讲 我现在就是这样 无所谓 我为什么说我这次生气 是因为他的报道 伤害了我的团队 我们那些姑娘小伙们都很委屈 最后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在我们那探班 我不跟他们说话的 然后我跟我们的节目组里的人说 我说有好消息 我说咱们节目刚开播一周 有两家服装品牌已经找凤凰了 想给咱们节目提供服装的支持和合作 对 这记者可以写 看来凤凰没衣服 他就写了 是吗 他就写了 他说如果是在原来的单位 黄建祥是不用自己操心 这服装的事情的 这恰恰说反了 其实我们每期节目 我有点明白了 你讲了 这其实不完全是对你个人 他伤害到了我的团队 跟你的团队也没关系 为什么 你说记者 他们要写这个新闻 背后是有上面主编的意思 背后有读者的兴趣 大家对于国有体制转向私有化感兴趣 你是其中的一小子 徐老师 真把这个 高屋建林 咱们去上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听我平常爱整黑材料 我听你说这事 我突然发现冯小刚的黑材料 就是一样的 你知道所以说这个时代 有的时候来说 动机 你这个很难说 他心里什么动机 但是有些人 你像黄建墙 我觉得他很在乎你是什么用心 你是什么动机 你比方说我就说冯小刚这事 你比方记者就问 你是先看的千里走单旗 还是先看的无极 你说问你这个问题 那有什么意图 咱们不知道 但是冯岛他一听就明白 说马上就撞了 对敌斗争经验很丰富 我现在也是 我的对敌斗争经验 也是在快速的日益的提高 我昨天到凤凰会馆去 咱们公关公司安排的 见国内十几家主流媒体 两个小时 一个人面对十几家报社 二十多个记者 谈完了之后 咱们公关公司的同事夸了我一句 不错 今天躲过了两三个陷阱 好家伙 对敌斗争经验 都是挖坑的 怪不得今天一来做节目 文涛今天你给我挖什么坑了 戴有色眼镜都能看实现了 以香港的经验来说 王飞对传媒是最冷淡的 最酷的 但是传媒对他很好 这个非常奇怪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很多人也就想这个事情 你知道香港的传媒追得很厉害 传媒见 你越不理他 你这话又得罪人 不是 我说的是香港 以后别去香港了 但是传媒 他有时候 他也不是针对个人的 他是为了读者兴趣 我有时候就看标题 梁家辉跟三个女人一起洗澡 很大标题 当然就一看 原来结果是一个老婆 两个女儿 诸如此类 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东西 这个你可以当做一个善意的玩笑 但是有很多在内容里边 他就是带有自己的立场 带有自己的动机 他就是要毁人 而且最可笑的是什么 他们现在没有一个新闻 你看香港的狗仔队 欧美的狗仔队 他起码要追踪 他真狗仔 他很辛苦 他在你的对面租房子 大镜头远远的吊着你 跟踪那么好几天 辛苦的不得了 真跟侦探一样 内地的记者现在是看也不看 采访也不采访 电话都不打一个 自己直接就编出来了 黄建祥说冒号双引号 为什么他们直接能编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读者喜欢看 然后他编假造假的代价成本太小 对 你想打官司吗 如果你要实时的话 他高兴死了 对 他巴不得来吧 我成名了 所以你就只能选择开骂了 对 我预测在这种状况下 一到两年之内 内地必有记者被砍 被杀出现血案 好家伙 你这话说的有点 其实已经有记者被人打了 只不过就是属于一般的打架斗殴的事件 没有伤及人命 所以就就就就 这个咱们还是要反对 在这个治安这个级别上 根本不会引起重视 天天打架斗殴 打破头的很多 明人也扫难 你看我就觉得 你看咱哥俩好像真是很不同 就是我要碰见这种事 碰到就退 我就退 不我也是退 算了 就不理你们 我不看行了吗 我不是说我要去打人家 因为每天他们造假 犯假 写假 惹的人很多 他不是都是咱们这种素质 或者咱们这种能力的人 咱们只能忍了 你在呼吁其他素质 其他能力的人 对记者下手 他好像家里待着 然后顶多指望一个凤凰的公关公司 去过问一下 如果有特别严重歪曲事实 人身攻击的 对吧 你其他的 他对于你的业务评论 你根本没办法 但是会有一些人 是不会像咱们这样的态度 去对待这种媒体的暴力的 这媒体是一种暴力 你得把它上升到暴力的高度 不我听到现在 他们并没有特别伤害你 什么东西 都是一些比较小的 而且对你没有太大的伤害 确实是 只能把它当作免费义务宣传员 我还是这句话 我把他们都叫做宣传员 播种机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听媒体的编辑 跟我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现在新闻这么多 而且我们必须得造假 必须得胡写 从网络上扒出一点东西来 都能写上去 甚至在论坛里找个帖子 就能把它编成新闻写了 因为我们领导有要求了 关于黄建祥的新闻不能漏 漏了就罚钱 漏一篇罚500 如果同一天的报纸 其他家发了你的某一个消息 而我们没发 我们就要罚钱 想过这为什么 我说我这待遇 我说我这待遇赶上胡书记 对 但你想过 他为什么吗 不知道 论语不是说了吗 不要怪人家不知你 想想你知不知人家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不讲你体育界的事情 大学里边 一段时期 比方大家在教书 突然有人就出国了 这时候没有出国的学校里的人 特别喜欢听出国的人在外面 奋斗的故事 怎么惨 你明白没有 因为你看你好端端的教授不做 跑到外面还读博士 重新读博士 你最好是惨 留在这的人心里面太舒服 你明白吗 这是需要 你要知人 你要知道这些记者后面有主编的要求 主编后面有读者的要求 读者要求 现在你知道有多多少少的人 在公职 在原来的位置上做得很好 可是受到一些不那么合理的待遇 他们也可能有一点的机会 像你这样啪出去 但是他们也担心出去了以后 离开了原来这个大树下面 也许成不了梁 这一种心理是一个公众乐趣 公众兴趣 所以你在这里边 你引起人家的兴趣 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记住这句话 不要怪人家不知你 想想你知不知人家 对你有教训吗 有有有 老师在这 其实不是我不知人家 比如说我在我在我的 我在我的个人的网站 博客 说的最准确的 最详实的 最客观的东西 没人相信 他们一定要去相信 道听徒说捕风说的假东西 你知道人不是看现实有的东西 人是看他喜欢看的东西 比如说我辞职 三天之后 我的网站发了一段很完整 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 就有声有影的 我的完整的讲话 没有任何毛病吧 有的媒体就大标题写的 真相带大白 傻子都没得 真相大白 没什么意思 没意思 没矛盾 没有坏事 他们觉得这不对 他一定得给你找出点事来 你说这是 就这种心态 通常人们说起来 我觉得骨子里 都有一种因果报应的逻辑 就是说 你成了公众人物 你还报应什么代价 对 这是有多少人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代价 我接受 我乐在其中 子非于胭之鱼之乐 我现在是说 你不要伤害到我的团队 你像刚才我说 连服装都没有 给我们化妆和管服装的小姑娘 四天四夜没睡过觉 每次录节目 录几期 她拿好配好几套衣服来 烫得平平整整的 她说 我如果是在原来的单位 就不用自己操心服装的事情 我们的小姑娘会不会委屈的哭的 我会觉得这很不公平 而恰恰这个情况是反过来的 你告诉她 你说你帮 黄建祥做事 现在就得受这个委屈 没办法 是 可是你也可以回去跟人家说 我帮黄建祥做事 跟帮别的人做事 不一样 人家知道他 对不对 凡事都有他的平衡 包括我们的编辑也说 说这挤得我们 就说这个记者的稿子 挤得我们这个团队 他们都很不服气 你看 但是可能更团结 今天不光是黄建祥的控诉 是他代表团队的控诉 看出是说球的 比较重视团队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从建祥 联想到你们学术界了 是吧 对 这是个相当普遍的心理 比方说现在一中天 鱼丹 他们这个走火 对很多大学老师来说 心理上就是一冲击 学术上最棒的 非常出身那些人 没有心理危机的 他们无所谓 他们也很宽容理解 但是另外有很多人 就教了很多年了 辛辛苦苦写本书 评议教授博导 争来争去 现在突然一看见 旁边的人走了一个 他认为他也能走的路 而且也不那么难的 一下子火爆到那么红 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 就犯低谷了 那很多人就觉得 他这个有这个东西吗 你知道超男超女 是什么意思 所谓超女的意思就是说 一夜成名 第二 另立蹊径 就是走着一个另外另类的路 不是在正规 那么这些人 你说他愿意放下 他原来那个去做 他可能又害怕 但是心里就巴不得 你们这样的超男超女 失败碰到一点 所以他有人给一中天起名 叫学术超男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很复杂 这个从正规的路子被打破了 你明白没有 而且你知道最近我看这个 你还不是说相声吗 我最近看侯耀文在南方周末上 就还讲 说是这个册封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比如说郭德纲 说你不要急着给他册封 他是大师 他是皇帝吗 他是什么 但是现在的人 有些人就是很着急 就是他是大师 太陡 还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对于比自己强的人 某一方面比自己强的人 应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态度 就比如那天咱们讲李敖 对吧 还有我听个好多人说 他说他是全世界看书最多的人 他是吗 我说那玩意都是瞎耽我功夫 跟你有什么 他反正比我多 这就足以为师了 是吧 他是不是写白话文 写的最好的人 这玩意你说了不算 他说了也不算 要时间来 这种没有量化比较方式的 只能是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不像跑百米 谁跑第一 他就是第一 那你说你是行业标准 什么意思 我还有后半句话 被他们给掐了 这个话是这么说的 人家就 经过剪辑之后 出来的 写出来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电视采访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对 像我们这节目多好 他就不剪 我跟你说 所以他这个 我就引申我最近一个观点 我发现现在进入一个格言时代 全是格言 张艺谋说了什么 张艺谋说 哎 年轻导演 不要说同行不好 你不知道他钱都说了 对 他把上下文给你掐了 但是这是格言时代 到现在这个做节目 我接触过好多嘉宾 最怕 对 好 好